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杨核财经,我是Sani 特斯拉2023年会怎么走,最低能跌到两位数还是个位数 如果特斯拉见底,最高能够涨到多少 各家机构又是怎么判断的呢 2023年的特斯拉,厂能有多大提升空间 销售又将面临怎么样的难题 好,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话题 在最近三个月的分析师目标价当中 对未来12个月,也就是整个2023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的行情判断 特斯拉的分析师们,他们仍然保持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记录 大家看,这个是IBKR后台的数据 只要有IB账户的,就是免费使用 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里 有31个分析师进行了目标价的预测 其中最低预测是85美元 最高预测是760美元 哇,这个差价高达9倍啊 分析师预测目标价取个平均数 那就是275.19美元 但是你别看预测值还是远高于当前这个股价 这边有一个比例 对未来的牛熊预测方向 有78%的分析师看熊 只有22%的分析师看牛 有意思的是,对汽车行业板块 有62%的分析师看好 只有38%看熊 看来分析师觉得特斯拉会跑输行业板块 随着股价大跌,一些最新的研报仍然建议特斯拉为买入评级 目标价达到270左右 但是我认为 所有预测值当中 最低目标价85美元 完全有可能达到 85的目标价是一个来自Roth Capital 名叫Craig Irwin的分析师给出的 他的成功率是45% 他曾经对175个个股的推荐 年平均回报率是7% 不算是什么股神啊 也不算是什么精准的预测 但是我还是会采纳85美元的目标价 原因是从技术分析上 特斯拉的大型头肩顶可以说是泰山压顶 叠加基本面并不是超级优秀 任何熊市中的低点都是有可能创造出来的 从特斯拉的周线图上看 这是一个巨大的头肩顶形态 这里是左肩 这里是头部 这里是右肩 头部的顶是414.49美元 这个是拆股前的1243.47美元 那在2022年特斯拉股价预测时 我的预测是1000美元到1350美元之间 而2022年的最高点也正好落在了这个范围 2023年周线图大头肩顶 在220美元左右的位置确定性的破位 跌破200美元是做空或者是清仓直损的一个点位 当然我也是照此办理了 补充说一个 今天我在查看退休账户和免税账户的时候 突然发现 我的免税账户里面居然还有57股特斯拉 我万机卖掉了 瞬间就有点恼火 再说回来 破位了之后 大型头肩顶的最小量化跌幅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 理论上 这么大头肩顶按最小对称跌幅得跌到个位数 但这是不可能的 特斯拉一定会在某一个点位置跌 并且体现出长线投资价值 周线图上有一个强大的最后支撑 那就是周线图上的250周线均线位置 也就是135.63美元 可惜在节目制作的这周 特斯拉已经实打实跌破了 切换到日线图周线图月线图都已经找不到什么强大的支撑位了 只有月线图上一个75美元的位置 或许能够阻止股价的进一步下跌 从环境分割线上来对一只自由落体下跌的股票进行卡点预测 用来找出环境分割的重大支撑 你会发现 特斯拉已经跌破所有的环境分割了 什么0.618 0.382 全部破掉 没有一个挡得住来势汹汹的跌势的 当然了 特斯拉是一只散户基础比较广泛的股票 在牛市时 众人食材火焰高 但是啊 在熊市的时候 散户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 很难团结力量组织反攻 特斯拉的期权也是活跃交易品种 融资做多和融券做空的也很多 这个就造成了投机力量大有人在 在谈长线投资时 我们谈的是特斯拉的价值 而短线的下跌更多的就是反映出人性的投机了 所以啊 据说这么跌法 融资盘又有人要爆仓 融资杠杆的爆仓啊 必然造成市场非理性的大跌 而惯性下跌加上大盘并不给力的情况下 特斯拉跌破100美元也并非不可能 所以啊 我觉得2023年的特斯拉的目标价 向下极有可能在85美元 那么向上呢 向上很难再回到220美元以上 所以说在大型头肩顶看来 上方套牢盘沉重 220美元以上是众多投资者的成本价 只要回本 他们就会卖出了 只要暴跌高位套牢的人会舍不得卖出 所以在头肩顶的价格区间啊 是主要的压力区间 而净限220美元 就是2023年最难攻克的压力位 再说基本面啊 从供给侧 特斯拉2023年已经没有太大的亮点了 上海工厂作为特斯拉厂能最好的超级工厂 目前的产能是75万辆以上 加利福尼亚工厂Model S和Model X有10万 Model 3和Model Y有55万辆 那就算是65万辆啊 那柏林有25万 德州25万 总计这些已经投产的工厂 已经公布的产能合计是190万辆 也就是说啊 2023年产能增长顶多50万辆 增长速度30%到40%之间 这将远远小于2022年的理论增长速度50%啊 传说中在谈的加拿大 韩国墨西哥工厂都还在谈 还在画图阶段 远水解不了净可呀 所以即使2023年特斯拉销售一片红火 它也难以再维持50%的年度增长速度 如果降速到了30% 估值应该会有所下调 呃刚才说的远水解不了净可 实际上进也不可呀 需求端已经需要靠促销来带动 你就看啊 美国市场降价7500美元 给1万公里超级充电免费等等的这些促销 哦还有一条 到了2023年 7500美元可以转为税收来抵免 好那各种的促销手段啊 促销力度是不小 但是很遗憾的是 现在加息来到尾声 利率非常高 买车一般有贷款或者是租赁啊 都需要支付利息的 美国2022年汽车销售按月统计 是比较均衡稳定的 蓝色柱状图表示2022 灰色表示2021 实际上美国的汽车销售同比是萎缩的 也就是汽车的整个袋蛋糕是在萎缩的 如果特斯拉想突围那就要快速扩大市场占有率 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才可以保持高增速 但是啊 我们知道在蛋糕做大的时候好分 蛋糕做小的时候想逆势增长难度是更大的 加息周期汽车融资的利率也快速增长 统计图显示2022年以来 新汽车贷款利率涨得非常的快 突破了6%了 一辆10万美元的车要是贷款个5年 就要2万多的利息 那反映到了月供上呢 就是每个月要多付个几百一千的 金融机构拥有的汽车融资租赁快速下降 金额从1840亿美元下降到了1540亿美元 一年里面降幅达到300亿美元 这从另一个数据方面 也反映出汽车销售市场正在萎缩 2023年利率仍然要在加 并且美联储也明确了 2023年不会降息 高利率必然导致汽车融资租赁 月供和汽车抵押贷款月供的显著增加 每个月多还三五百七八百 这个很打击消费者购买的意愿 那我们说啊 如果销售无法跟进 你再大的产能也是白搭 汽车是重资产行业 生产出来最好是零库存 它又不是白酒 可以放个三五年还能够增值 所以说销售端的问题 可能也是2022年马斯克 并不急于建设新工厂的原因 另外特斯拉要裁员和冻结招聘 特斯拉将在2023年一季度进行裁员 并且招聘也不要了 2023年这家公司据说是要裁员一万名员工 你想一家公司产品在降价人员要裁减 这个感觉就不太像是一个高增长公司的行为模式 那么特斯拉在熊市下跌之后预期中的坏消息会接踵而来 在美股市场如果业绩暴雷 暴雷的当天就会跌掉不少 这点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奈飞 奈飞在2022年一季度二季度都暴雷了 一开盘就去掉了四分之一 当然了如果预期中的坏消息没有出现 是市场先生犯了错误 那大反弹就会开启 另外马斯克个人对特斯拉的价值似乎正在贬值 2022年马斯克围绕收购推特多次减持特斯拉 尤其是当他信誓旦旦 说未来不再减持了之后呢 才过个四个月吧 他又开始大手笔的减持了 大股东减持股票 或许只是财务上面简然没知己 但是呢当大股东卖出股票时 市场就会迎来一个巨大的空头 这个空头没有成本的 他也不需要借股票来卖 手上一大堆 而且他一卖股票就是利润 不但做空不用成本 还获利不菲 这个马斯克承诺说 他在2025年以前 不会再卖出股票 而且他还声称 特斯拉将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那我们不清楚他的承诺是否有效 但是我估计啊 股价太低 他也难以出货 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以前呢摩托车做得好的 也就是日本的本田林木等等这些大品牌 这种烧汽油的摩托车动力十足 即使是在今天啊 现在摩托车的玩家仍然是很愿意花大价钱去买 而电动摩托车呢 却是五花八门 什么山寨品牌都有 由此可见 电动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的技术门槛是比较低的 同样的哈 现在的电动汽车 除了质量过关的特斯拉 大品牌的还有比亚迪 Nio等等 你看理想小鹏 也是在快速的发展 传统大品牌也布局进来了 未来的电动车领域可能对手很多 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 那么利润率也就无法保持高位了 我们在2022年看到啊 特斯拉可以有30%的毛利率 这个可能将成为历史了 汽车的毛利是没有这么高的 而毛利率呢 它是一家公司是否具有护城河的重要指标 预期2023年 特斯拉的毛利率将大幅下降 在财务报表上留下一个大大的遗憾 当然了 2023年当特斯拉跌破100美元时 也就积累了反弹的动能了 从85反弹到200 也将是重要的投资机遇 如果说天零零地零零 我想明年特斯拉的目标价会看到100以上 并且反弹到200 以上的分析预测 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思路 我也经常会变成反向指标 大家听一听就好 点个赞 留个评论更好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